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旺暴》 好,今节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的时候 第一则新闻来自澳洲 其实前两个星期我都说过 澳洲的墨尼本和其他市中心,CBD 都好像鬼城一样 另外,想不到连雪尼也是这样 雪尼上次我们也说过 但是没有墨尼本那么严重 作为澳洲人口最多的城市 Sidney,雪尼,或者是西尼 它的市中心变成了鬼城一样 其实是相当唏嘘的 当然,小弟的造恶都是在这个片区 人流究竟下降了多少呢? 人流下降了42% 42% 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 现在我们这样不行了 酒吧和咖啡店 全部是大门深锁 因为Omicron的影响 色尼或雪尼的市中心变成鬼城 用餐和购物的人 跌了42% 即是四成多了 是根据谷歌的统计数据 当然这些什么大数据 以前有位黄友的主持人 亦都说很感激蕭若的那位 23% 零售餐饮还有娱乐场所的 客流量下降了42% 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厉害了 他们的使用量下降了一半以上 是51% 所以我们看到 Business City 这个组织的 头人叫Paul 他说 随着Omicron 继续在本州 即是新南威士州的蔓延 还有州政府 亦还有些防疫措施 可能没办法看到大量的人 回到色尼的市中心 那客流量何时会回乱呢? 起码要到2月中 因为情人节 也不一定 因为 现在很多人 自己回家煮了 最迟最迟 他就觉得是2月底 州政府 再次会审查防疫措施 看看何时才完全这样 放松 放松的话就麻烦了 不过现在澳洲 跟新冠共存 有个趋势看到 是的 确诊数是开始慢慢跌的 但是都是 每天跌一两千 我自己说来 都是过万的 你觉得跌 但是也是过万的 就好像BNO祖国那样 英国那样 跌的了 由十万变到九万 有时是八万九 自从新冠以来 大家对于办公空间的需求急剧下降 所以 适合市中心的办公人数 是减得太多 因为市中心也是靠上班一族 例如工作 收工 或者 早餐的话 有些就是 上班之前喝杯咖啡 或者吃一点点东西 中午有晚餐 不是每个人带饭 有些就出去吃 有些收工 如果是 同事 社交活动 当然在附近近 在市中心 所以现在 因为办公人数少了 令到整个市中心的 经济是严重影响的 另外 我们看到 统计公司的数据显示 现在 商业 地产空置率 都是大幅上升的 其实 我也看到亲戚朋友 他都说 只要你走过市中心 你才会发现 很多酒吧和咖啡厅 都已经不开门了 其实 一是 两样情况 一是 未收工 但请不到人 真的做不了 第二就是收工了 Omicron 变种 有了之后 大家对于 办公空间的需求 可能 是 跌得太多 是 估不到跌得那么厉害 因为觉得 Omicron 当然 西方说到 这个 暂时的数据都显示到 轻症的人士比较多 重症 是比 谭德塞 我引述一下 比Delta 没有那么多重症 但是 想不到 这个要恢复的时间 反而是很长 大家都觉得 算了 在家就在家了 哎呀 都免得出汤 免得出市中心 如果 有得在家工作的人 多数都是在家工作的 是 是 我都问过很多亲戚 他们很多都是 Reverum Home 除了 做一些 前线工作人员那些 因为在办公室办公 灵活性是有的 不过也很辛苦的 他们基本上说 有得在家就在家了 现在什么时势 另外 部分员工 对于在 Reverum Home 即在家办公 感觉 远倦 可能需要 调整 企业的文化 亦都需要 这些老板 要用一些措施 吸引 他们回去 office 工作 但是老板会不会 为你的 CBD 的生意 而 调整他的 措施 我觉得就不会了 如果他真的可以在家 运作到这间公司的话 我觉得老板也不介意 或许 政府如果有一些 优惠措施或者税务措施 什么都好 incentive 即是那些 叫做激励的机制 老板 或许 便会叫员工回去 但是这样的时势 如果有一个人 航施 你整间公司 又是要 是的 一辅也是 你等于一样要回家 是吗 等于我们说的 员工航施 其实现在没有封城 但现在就等于变相封城 大家都不出来 又没有人做工 是吗 嗯 再加上 那些员工不上班 会省下很多 在家工作 是的 这些车费 是吗 交通费 是交通费 如果企业 没有办法给员工一些灵活性 有些人 如果你逼我 去办公室 上班的话 他们可能不肯 也有机会 是走的 那些员工 他可能找一些 这家公司 可以让我 在家做工 那任何可以吸引 员工 回办公室的措施 我觉得 都需要政府 是要 牵头 牵头 有些人说 不如请他们 喝杯免费咖啡 或者更加多的休息时间 可以这样想一想的 当然 很多的 CBD 市中心的 商户 呼吁政府 修改强制口罩 允许在办公室工作 并且接种了的人 在 办公桌 商隔 1.5米的状况 脱下口罩 可以的 这个可以想一想的 当然 除了 说来之外 墨尔本 暂时 人流量 都是 未恢复的 未恢复到疫情之前 反而我们的布里斯本是最好的 因为之前不防疫做得好一点 只希望 政府真是做点事 很多企业收拾了 又是 最后来 政府都是要 收尾 都是要收尾的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谈谈全球的物流业 尤其是航运业 因为你知道 航运 以前比较便宜 现在也不便宜 不便宜 不便宜 西梅就说 现在全球的航线 是会持续动荡的 没错 这个物流危机 没那么快消退 没那么快消退 现货价格 将会继续上涨 这会带来通胀 通胀 不过 对于 航运的业者来说 比如 上年我们说的 长永 长永 这个 航运 他们当然 发言中长是笑的 对于他们来说 今年依然 利润丰厚 为什么呢 因为 货价收得贵 就是货贵 集装商 航运公司又会迎来 一个利润丰厚的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供应链混乱 这个物流危机 几乎 不可能在今年消退 我觉得 好些的情况下 我都说过 年中有机会 应该年底 几乎 其他所有人都非常惨 这个 集装商航运公司 他们就应该会赚大钱 从营运上说 这个危机 即这场航运危机 对于 支撑全球贸易的 集装商 运输公司来说 当然 本来不是好事 但是 其实是好事 因为他们赚多了很多钱 这是正常的 去年12月 这些船的 准时率 就过了 只有32% 创下了历史新低 抵达时间 亦是 平均迟了 一个多两个星期 都算 都算少了吧 迟一两个星期 都算少 少 少了 令到 进出口商 带来了 很大的 痛苦 他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 花费更加多的时间 来等待成品 或者一些零部件 但是 这些 这么擠塞的集装商 航运业 的盈利能力 就有奇蹟般的上升 我觉得 正常 正常 虽然 赚的钱是比较害怕的 航运业 乃至全球 经济一直面临的 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 航运业受到的影响 是否已经 到了 最困难的时光 是否已经到了 我觉得 还未 还未 以及 何时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说这个 真是没人回答你了 有些人很乐观 就说年中 我也觉得年中有机会 这是乐观 我不乐观的时候 就是觉得年底 但是 更加有人说 明年的年底 2023年年底 也有人说过 另外 一家 知名的 咨询公司 他们的CEO 就叫Yanson 他说除了 中国的 疫情之外 还有 网络安全 还有基建 这些 真是令到 供应链 的 终断 成为了白热化 以及 全球物流危机 没那么快消退 他反而觉得 港口擠塞的情况 今年应该是 到顶点 但是什么时候 下个月和年底 都是今年 那倒是 他说 全球来说是顶点 不过 北美和欧洲的情况 会变得更加惨 为什么呢 就说 由于工厂停工 和 跨洋 运输 需求出现 季节性下降 以及 一个地方 就是中国 中国 是什么事 春节 对呀 春节 记不记得 我都说过 测试制 每个人都 很害怕 澳洲的 政府都害怕 大事 测试制如果在春节之前 到不了 那就要等 整半个月 如果算是航运 等整个月 最少 整个月 最少 最少 努力新年假期 亦都 令到 出货 当然 是 少了 新年假期之后 你又谷一谷 我相信 这个 海 运的 价钱又高了 因为突然之间 你停一停 又要谷 不行 等了很久 我要货 你谷一谷 又是升 当然 航运公司 当然是开心 也要赚大钱 现在 有一个 美好的因素 你出不了货 但有机会 可以把职压的货 运出 东南 所以看两面 但你始终运完 你这个假期长 等它复工 一段时间 可能你 很快地把职压的货 运出 结果又是没有货 一回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你 你两样东西有没有 咸摺得那么完美 听众好像还可以 我就是想说这个 你用很短时间 清掉货 突然之间 因为 货都运进去 那么久没有货 因为它放春节假期也挺长 突然之间又要有大量订单 它又不断出货 那你就一样 你突然之间又要拿那么多货 就一样 其实我觉得是 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不过 不过今年 这个 物流业危机 因为这个供应链的中断 起码都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 危机解除 长到多久呢 伦敦金融时报就说 最少三个月 都相当乐观 不过美国国会 就觉得更加长 可能到年中 那么瑞士物流巨头呢 他们就说没有 起码是明年年底 不过这样 明年年底 你就可以赚钱赚短一点 你这么说也正常 是吧 那么当然了 那么当然了 全球的 贸易航线 是会持续动荡的 你物流怎么会那么快好 是吧 那么预测是什么呢 就是 航运公司 比起2021年 赚更加多的钱 赚更加多的钱 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 目前正在 谈判着的一些 长期货物合同 是受到 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 有些合同可能 结束了 结束了 你一定要升价 因为你原材料价格也上涨了 对 所以其实 我觉得今年的 凶杖 BNO祖国和 澳洲都觉得是厉害 BNO祖国更加厉害了 好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所以 现在我很少网购 尤其是在外 你说 我如果网购的话 我看一下你的 出货地是否在澳洲 如果是一些东西 在澳洲出货 那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又是 外地 外地外国的话 不好了 不知道等多久 不知道等多久 所以 我都相当相当相当 相当谨慎 免得搞了 宁愿去店铺买 网购 划购会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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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里网购 我听一些有做网购生意的朋友说 因为 一般来说新春期间都会 轻黄一点 是这个肯定 但是今年反而有点下滑 跌了一点 可能就是因为 你和往年比 往年有这个封城 很多人就不敢出去购物 但是今年我们就放宽了这个限制 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去买 虽然那些东西的价格 稍微上升了一点 是这个正常 网购会比较便宜 反正我可以出去 又反正我都封了这么久 不如出去 Shopping 顺便买卖 网购会比较便宜 网购会比较差 香港土耳其总统又炒人了 就炒了他们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之前土耳其的媒体就说 两个人因为 国家的通胀数据 而 关系十分十分紧张 昨天 土耳其的 官方网站就宣布了一个法令 就是 将 这个 局长 免职 原来他做了十个月 之前 土耳其去年十二月 对上个月的 事情 都很厉害 你知道澳洲的通胀 百分之四点已经 叫得很厉害 我们现在是百分之三点多 但是 土耳其去年十二月的通胀率 是百分之三十六 不是三点六 是三十六 很糟糕 十九年的新高 接替他的人 就是 叫做 Athon 曾经在土耳其 银行业监管机构 是担任副主席的 阿尔多安 一向都是反对高利率的 他拒绝接受 正统的经济学观点 那你就糟糕了 他就说 加息 不行的 他是拒绝接受加息 有在于压制通胀这种 我们来看就好像是 上息 他说 没有这回事 我不信 他就认为 低利率将会 带来密价的稳定 过去几个月 他下令央行 四次减息 哈哈哈 减息 记住 很多国家都想加息时 他还下令减息 令土耳其里拉 是暴跌的 土耳其里拉去年 是跌了多少呢 最高的时候 是44%的跌了 也挺可怕的 一个货币差不多跌了一半 44% 在这个 国家统计局 局长 被免职之前 被炒友之前 土耳其媒体 几个星期以来一直猜测 他和埃尔多安的 关系是否因为 这个统计局局长 觉得这个通胀相当高 事实上真是高的 三十多% 你怎么说都高了吧 三点多 三点多有些国家都吵到拆天了 大佬 与此同时 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也面临着来自反对 党的巨大压力 他们指责 当局是草重数据 亦是人为 将 通胀数据 显示在较低水平 可能36%的通胀率 也是有水分 哇 这样就很糟糕了 不过 刚刚被炒的这位局长 他否认了这个说法 他就说 他跟土耳其报纸说 对于通胀数据 我对土耳其 8400万人口 是有责任的 如果我在一个 错误数字上 签资的话 那就对 8400万土耳其人 造成不公平 如你所知 我们 有 几百万工作者 依据我们公布的数字 是获得了加薪的 如果散改这些人的收入 会剥夺他们的权利 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他一说 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就被人炒了 会不会是因为 你就是说 不会这样做 就被人炒了 哈哈 亦有机会 亦有机会 2月3号 土耳其 就会公布最新的通胀率 我们 拭目以待 外界就 觉得 土耳其的通胀率 应该会达到 40% 都挺厉害 好似 这个高盛 他们就觉得 1月份土耳其的通胀率 真的差不多 一半 有48% 他预测而已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 没人害怕 48 48 50%的通胀率 就是你的银子 不见识了一半 所以真的不知道 希望 这个国家好运 土耳其是一个不错的国家 好 这次节目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祝您 再见 中国开